在今日的時事通識中 有一個問題 引起嘉賓們有一點熱烈的討論 我認為任何機構有自己機構的程序 亦有自己的宗旨或教義 宗教 但最終執行仍然是人 所以我們現在發現人類社會最大的問題是 如何找到適當的人領導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可能是一間公司 亦可能是一個宗教 亦可能是一個學校 亦可能是一個國家 或者是一條鄉 一條村 在這些人類之中 不同大小的組織之中 有大有小 就算一個家裡也好 你一家人 如何組織一家人 自己之間的和諧生活 這件事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大問題 尤其是國家 更加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我們從中國歷史 老葉不是讀歷史 不過若無一刻都可以感知到 就是我們中國很多朝 唐宋余明清 很多很多朝代 這些朝代裏面 都有一個基本上的特徵 就是在一個所謂亂世 上一朝 吵吵架架 人民頂不住了 就是要起疑 揭桿起疑 要作反 因此因為泰國民不聊生等等 於是就揭桿而起 於是就很多英雄豪傑 在全國各地 就起疑 揭桿起疑 於是大家英雄豪傑 你打我 我打你 最終就有一個大人物 就一手把其他的 全部都做低了 自己就可以清皇了 在一個朝代開始 這些開國的皇帝們 通常都很勤奮 而他的第一第二代的子孫 跟著來的皇帝 通常都會非常勤政親民 截得很好 當然有例外 譬如 秦始皇秦朝 非常短 移世祖 移世搞定了 衰弱 所以這個特短 一般來說 那些皇帝們 打好江山之後 都會選擇一個 他自己認為 可以繼續使自己的皇帝產業 都可以繼續 千年萬年傳下去 當然 想是這樣想 但實際上 幾代之後 結果 要是社會改變 現行的制度 沒有辦法適應到 社會的新需求 又或者皇帝們 那些領導們 已經腐敗不堪 掛著自己的娛樂 諸如此類 生活非常奢華等等 引致民不聊身之下 結果 連頭都沒有了 被人斬首 或者刺殺等等 結果又換朝代了 所以其實從頭到尾 怎樣選擇一個好的領導 是一個非常難的事 中國幾千年來 都嘗試找一個好辦法 找不到的 因為人是會變 制度會變 所以有些人 是盲目地相信 制度可以令到 有一個好的政府出來 這是錯的 我們在西方 尤其是老業 一直在英籍時代 讀書長大 經常都口中 民主自由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一定是好 他的民主是指 由選舉方式產生 政府出來 不過可惜 老業在香港 實際上 未享受過任何民主 因為 在 英國 最後一任港督的時候 他在香港搞民主的時候 老業走位了 所以 我在香港未曾經享受過民主 我一直以來 長大的過程中 就在英國的獨裁 統治之下長大的 走過來澳洲 就叫他有民主 我們是規定一定要投票的 你不投票 是要罰的 我們這個是強制性投票 但也都不見得 我們澳洲政府 就可以找到好的政客 出來帶領國家 目前來說 應該有一個很明顯的 澳洲不是一個很大的經濟 澳洲只有幾千萬人 二千多萬人 澳洲經濟非常少 不要自以為澳洲可以獨佈天下 今天我們覺得 在世界上任何國家 應該是研究 怎樣跟其他國家 一起 可以生活 而不是 想統治世界 好可惜 我們的政客們跟著美國走 我們昨天已經跟大家說過 澳洲的總理 可以在美國的間諜 對不起 這個我在英文台說了 我這邊沒有說 在跟大家說說 在1983年至1991年期間 我們這裏的總理 就叫做Bordhawk 我們Bordhawk 現在有人 就是將他這段執政期間 那些電報分析 我們這裏 30年之後就解禁了 所以這些文件 我們可以 研究的學者 可以拿來看 就發現 我們這位總理 像美國間諜 多過像我們的總理 將我們很多國家的機密 第一時間向美國報道 我們變成美國的走狗 另外 譬如我們在 伊拉克戰爭的那段時間 我們的總理叫做 John Howard 他跟英國的 首相 再加上加拿大的總理 支持美國入侵 伊拉克 他在國會中有一篇演詞 那篇演詞 除了英文 澳洲這個字 和加拿大的總理 在他國會那篇演詞 他那篇把澳洲的字 變成calendar 除了這樣的分別之外 全篇演詞 一篇一篇一篇 兩個國家的總理 在國會說的話 可以一模一樣 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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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些 功課交到 女業手上 我的學生一定會 快點說 誰是原作者 誰抄誰 沒有可能的事 但是 有人把他們兩個的演詞 平衡地播給大家看 反正說開了 我會接著這篇 那個鏈放在描述 大家可以過去看 不可思議 證明什麼 證明我們 總理 不是為人民服務 他是為別人的人民服務 所以問題仍然回來 無論你什麼制度都好 人可以將制度改變 大家不要忘記 制度是人做出來的 所以人可以將它改變 希特拉 都是民選產生的 因為 因為 什麼制度都好 都可以出這麼壞人 而 在 教會裏面 同樣一樣 將教會 教義 和人 分開來說 說 對不完 說 將它們 黏在一起說 亦都對不完 這幾樣東西之間 是有一個互相影響的情況之下 當然 一個宗教是他的教義 但在教義中 你實際如何解釋 教義 是由人去改變的 你在宗教裏面 那些程序 人做出來的 是可以被人改變的 所以我們要看這件事 我們要看清楚 到底 我們在說這些事 明白一件事 人是最後的問題 我們要解決的時候 如何選擇一個好人 一個政府也是 一間學校也是 我親眼見過 一間本來不錯的學校 搞得非常好學校 一換校長 每放一下 沒辦法 這個 除了校長 大部分的老師 都不一樣 但是 成績就是每放一下 為甚麼 領導很重要 真是真是很重要 而如何選到好的領導人 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事 而我們不要 當宗教一定是神聖 因為宗教落到 人手上 他無論甚麼 制度 都可能選一些不好的人 去走到宗教裏面 將宗教 無論他本來的教義是好還是不好 將他完全解釋到另一回事 變成了另一回事 譬如在加拿大 現在 加拿大政府 賴 天主教 天主教 如果沒有這個政策 我們不會接手做這些學校 兩個之間有沒有關係 當然有 還有一件我們要明白 就是 連這個 政府 加拿大政府 都是一個宗教性的政府 他們是 讀信基督教的 這個基督教整個教義 沉透了在這些 白人的政府裏面 所以 我們講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 以 實際為準 第二 最重要 仍然是講領導人 你如何選到一個好領導人 是你國家生死的大事 如何選到一個好領導人 是一個國家生死的大事 可能 好像現在西方 不停地換 他們可以 行走千年嗎 我不覺得 我覺得西方的政治 已經 夕陽 隨時 已經是天黑了 就快玩完了 但是 這個問題 不等於中國解決了 我只是希望中國可以繼續 出到一些好的領導 繼續為中國人 謀取最好的 生活 這個只是願望 有沒有確認做到 天曉得 因為任何事 都會被人腐化 只是希望 在未有腐化之前 中國人民 可以富強起來 不用再被 其他外強 去侵略 其實非常有恨 我父輩 我爺爺的一輩 其實都很希望 中國可以 挺起骨頭 做人 有恨 老葉這一生 看到中華民族的 復興 其實 真是很幸運 真是真是很幸運 而